恢复宗教教育 东方将如实道的教育 发扬广大 会有助于恢复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难定或是 人们能过上幸福、美好的日子 那么,如何谈及宗教? 宗教是爱的教育 每个宗教今天都讲到神爱事 所有的事是一个真神的化身 你欢喜基督,他就先基督神 你喜欢释迦牟尼佛,他就先释迦牟尼佛神 我们想什么,他就先认你 所以,神是一个众生一体 宗教一家 如果以爱为害心 以能理到的因果 甚至智慧教育为基础 就能够将宗教传下去 我今年九十三岁 走讲经教训这条道路也有六十年 我真正希望宗教能回回教育 希望过宗教 都有人发现 来讲经教训 讲经历 讲清楚 大家 天明安 都能够将宗教 落实于日常生活 放下思思思力 像神一样的爱事 就能让宗教爱的教育 在地球上复兴起来 另一方面 要积极复兴 如是道路三家的教育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 祖宗教法后代主要的教学 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智慧暴藏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利用苦的路 但是今天三家都面临 后期无人的危机 如果老祖祖辛辛苦苦 留下来的智慧 在我们这一代断掉 我们就是大罪 那又如何拯救 传闹我 言下最重要的是 培养结拜 这十年是关键 十年之后 老一辈的老僧 可能都不在 到那时候下去 也没人叫了 因此迫切需要 不求其余 有实命感的年轻人 真正发心 为往生极具 为万事可代表 那时候设计 那时候设想望远复 断 坦诚吃满意 外先 孔老父子 温暖功奸绕 以身作者 做出榜样 如何培养其他人 旧期的 可以办短期的 故事复习班 根本的 还是要扮演 一条我们的学校 不论是修计 还是根本的 都应该采取 中国传统 有次第的教学方法 促进 学做人 奠点 能力 道的基础 教材 永世理学 根治根 终极 学做事 主要的学习 四处 无尽 高级 学全书之要 学成之后 就懂得 如何 智苦 平天下 这些 传统的经典 不仅要 回备 还要 能相信 能做到 才能获得 故人 身心健康 家庭 幸福 学会 难听 世界 和